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OpenAI开启的生成是AI浪潮,已成为当前科技业发展主轴, 带动辉达AMD等大厂高效能运算订单动能爆发性成长, 包括微软、Meta、亚马逊、AWS及Google等指标大厂都竞相争抢高速运算产能,需求至少将往到明年底。 业界指出,AI高效能运算HPC需求续强,不仅台积电明年先进封装产能全面满载, 日月光投控、晶圆电等先进封装协力厂也迎来大单,同步忙着扩产。 法人看好,日月光投控、晶圆电明年在辉达、AMD等大客户订单意图下, 营运也将同步攀上高峰,均可望赚至少一个股本。 台积电是辉达AMD高效能运算唯一产能供应商, 2奈米、3奈米先进制程及SOIC、CoOS先进封装产能都已经被预定一空, 让台积电开始加速委外先进封装、先进测试, 借此应对AI客户庞大需求。 日月光投控、晶圆电正积极加快扩产脚步。 日月光投控旗下吸品,因承接大笔辉达、AMD订单, 先前兴建的二林厂、斗六厂都渴望在明年准备就绪。 加上日月光板导体,先前收购稳帽位在高雄路主厂房, 亦渴望在明年完成机台进驻, 让日月光投控明年营运成为市场期待的焦点。 晶圆电则成功拿下辉达高效能运算测试大单, 不仅GB200与300订单目前正在量产, 明年将问世的辉达Rubin平台订单, 预计今年底启动测试产能。 SEMI最新报告显示, 预计从2026年至2028年, 全球300毫米晶圆厂设备支出将达到3740亿美元。 SEMI预计2025年, 全球300毫米晶圆厂设备支出将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 增长7%,达到1070亿美元。 SEMI报告预测, 2026年投资将增长9%,达到1160亿美元。 2027年增长4%,达到1200亿美元。 2028年将增长15%,达到1380亿美元。 SEMI总裁兼执行长Edgeat Monochire表示, 半导体行业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 这一变革由AI技术带来的巨大需求, 以及对区域自主化的重新聚焦所驱动。 全球战略性投资与合作正在推动先进供应链的建设, 加快下一代半导体制造技术的部署。 300毫米晶圆厂的全球扩张将推动资料中心、 边缘装置以及数位经济的进步。 细分市场来看, 逻辑和微电子领域将在2026至2028年间 以1750亿美元的设备投资总额领先。 受益于2奈米以下制程产能的建设, 代工厂将成为主要推动力。 更先进的1.4奈米工艺预计将在2028至2029年进入量产。 此外,AI效能提升也将推动边缘装置, 如汽车电子、物联网和机器人市场的快速增长。 除先进制程外, 所有节点的需求也将显著上升, 推动成熟制程设备投资。 记忆体预计将在三年间, 以1360亿美元的支出, 位居第二, 标志着该领域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开始。 其中,DRAM相关设备投资预计将超过790亿美元, 3D NAND投资将达到560亿美元。 未比相关领域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 投资超过410亿美元。 包括化合物半导体在内的功率相关领域, 预计将在2026至2028年间投资270亿美元。 按地区来看, 中国预计将继续领先全球300毫米设备支出, 2026至2028年间投资总额将达940亿美元。 韩国预计将以860亿美元的投资额位居全球第二, 支撑全球生成是AI需求。 台湾预计将在三年内投资750亿美元, 排名第三, 投资将主要集中在2奈米级以下制程, 以维持其在先进代工领域的领导地位。 每周预计将在2026至2028年间投资600亿美元, 升至第四位。 另外, 新思科技近日宣布, 其LPDDR6IP在台积公司N2P工艺上成功流片, 并已完成初步功能验证。 这一突破性成果, 不仅巩固了新思科技在先进工艺节点、 IP领域的领先地位, 更为客户提供了一种可信赖, 且经吸变验证的IP选择, 满足行动通讯、 边缘、AI及高效能运算等高记忆体频宽需求的应用场景。 客户通过采用最新发表的LPDDR6标准, 不仅能降低专案风险, 还能实现高效能, 并显著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新思科技经验证的N2N2P工艺IP产品组合, 如今新增了LPDDR6, 同时涵盖USB和MIPI, 为设计团队提供了强大的信心, 助力其实现极具挑战性的功耗, 效能和面积PPA目标。 新思科技接口IP工程高级副总裁Dino Tofallon表示, 他们很高兴能在台积公司N2P工艺上完成LPDDR6IP的吸验证。 这一成果不仅强化了他们在先进制程IP领域的领先地位, 也为客户提供了可验证, 可量产的可信方案。 客户在采用最新LPDDR6标准的同时, 能够降低专案风险, 加快产品上市进程。 他进一步指出, LPDDR6的发表, 标志着高频宽、低功耗的记忆体接口正式迈入I米级Einstrom Scale时代。 通过与台积公司的深度合作, 他们帮助客户顺利过渡至2奈米级以下工艺, 让行动装置、边缘AI和高效能运算装置都能提前享受下一代记忆体频宽。 新思科技通过拓展在高速接口领域的领先优势, 助力打造兼具高频宽与高能效的晶片设计。 与台积公司的紧密合作则帮助客户顺利过渡至I米级工艺节点。 随着LPDDR6在N2P和N3P工艺上得到支援, 行动通讯、AI推理、边缘运算和HPC领域的装置制造商将能够以较低的风险充分利用下一代记忆体效能。 总体来看,目前整个半导体市场的增长, 有很大一部分是受益于AI需求的所带来的增长。 台积电之前曾预计, 从2024年到2029年, AI加速器市场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约为中高位数百分比。 然而,根据当前与客户及终端客户的密切沟通, 实际的增长速度略优于此前所宣布的中高位数百分比。 随着台积电此前公布的第三级财报, 净利同比大涨近四成, 创历史新高并超出市场预期, 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还表示, 目前AI需求强劲, 比三个月前还要乐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